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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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赵 远洋猎头公司的 赵小姐 你好 这是我的名字 赵小姐 久文贵公司大名了 大家都时间宝贵 我们就长话短说吧 你打开手机 查收你的邮件 会有一封你的资料 你核实一下是否属实 您现在啊 虽然在一家体量并不大的公司 但是我们在拿到你的资料之后 对您的成绩还是非常认可的 尤其是您近年来 利用自己计算机的技术 为公司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可以说 你们公司没有今天的成绩 张先生功不可没 太对了 但是很遗憾 您的待遇远远地低于你的能力 所以我们整合了你的个人资料 把你推荐给了另外的客户公司 敢问 贵公司的客户是 贵公司 张先生 你太着急了 等我们谈妥之后 你自然会知道 现在呢 我们有一份工作 你要以项目经理的身份 进入目标公司的高层 你在拿到项目的信息之后 你需要时不时地向你的客户公司 进行汇报 简单地说 就是要做一个高级的商业间谍 当然 你不用担心怎么进入目标公司 我们都帮你安排好 你只要这边离职 那边就能入职 而且 背后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为您服务 差点忘了 我还没有向您说明 您未来的工资待遇 年薪一百二十万 奖金分红都另算了 另外 如果事情成功了 客户公司会奖资你一大笔 向你吩咐 那就不是一百二十万这么简单了 你知道这些公司的项目 都是上亿美金起跳的 张先生 你好好考虑一下 时间紧迫 我今天就要得到您的答复 我也好向客户公司进行汇报 当然 如果张先生觉得这件事情 有风险的话 我也表示理解